我見過一些Chronograph的手錶 用正攻NE88的機芯 其實每個人都買來玩四五 這隻用ETA 7750的Swiss Play 這樣比下去的性價比其實真的很高 為何這麼遲才引入它回來呢 其實因為訂貨很困難 勤力一點我們要這麼多人追 Kelvin 知不知為何我今天會選擇 Sinnowatch這個款式來介紹 我看到它的店鋪圖就知道 是明星款來的 而且是Chronograph計時錶 對 客人經常寫著這個圖片 有沒有這個錶 每次都沒有 因為很難的 今天終於拿到一隻回來 這隻是41mm的 因為它有一款是47mm 我覺得41mm會比較適合我們的客戶 所以我拿著1mm回來了 我覺得真是棒 先不要說不同的位置在做什麼事 在一個這麼有限的空間裏 可以擺放這麼多東西 那種密密麻麻 滿足感 整件事我覺得很棒 而且這東西錶 一看下去 真的很Pilot Watch的感覺 整個Feel 立刻認了 覺得自己認了 但不說笑 它裏面的功能 我看到9點鐘位置 就是小秒針 真正的秒針 就是9點鐘位置 然後它的計時 我知道大的秒針 就是計時的針 然後12點鐘位置 是分針的計時 6點鐘位置 還有星期幾 就是星期幾 和它也好 其實熟悉的錶人士 一看這個布局 就知道它是用七七不離的P-S 夜光 是橙眼倒裡爆的 整個Feel的規格是非常OK的 為什麼這麼晚才引進去 其實因為訂貨很困難 這個錶 是 勤力一點 我們要不得人追 好的 我一早就看到這隻 又買鬼了 幫你周圍推廣一下 沒有問題 這隻真的漂亮 其實用得七七五零這個機芯 這隻瑞士製造的錶 現在我們截完 賣一萬多元 一萬六千多 價錢是很合理的 為什麼 我見過一些 又是Chronograph的 手錶 用精工NE88的機芯 其實是一萬四千多元 這隻ETA 7750 SWIS製造的 這樣比下去 性價比真的很高